首先,介绍一下志多星无用这个人,书中用了一手林江仙夸大无用的好处,万证金术曾读过,平生机巧心灵,六套战略救来精,兄中藏战将,赴内隐雄兵,谋略感气诸葛亮, 陈平起敌才能,律师小记鬼神经,自称无学究,人好之多星,这首词应该是初次作者是奈安之首,明显夸张大了,纵观全书,要说无用有什么计谋的话,也不过是一些阴人,损人的招数,跟诸葛孔明和陈平是没法比的,天上地下,无用最好唱之多星,其实没有多少真才识学, 看看志杰生辰刚就能看出,路动摆出,后来上梁山以后,做出的计策都比较阴毒,而且并不怎么告明,但他判断形势还是有一套的, 宋江上梁山后,打了几仗,从这些排兵部阵来看,宋江的组织领导才能愿超朝改, 后来把先后上山的排了一项左右坐,吴又马上发现了问题,梁山的权力格局中,宋江能调动27条好汉,朝改只能调动11条好汉, 强弱一目辽然,无用这时也考虑起了梁山伯的未来,对朝改和宋江做出了理性的分析,朝改顶多只是山在,而宋江必然会成为起义军的领袖, 这时候,跟随谁,心中自然一目了然了,所以,最后他抛弃跟随多年的朝改, 紧紧跟在宋江后面我,其实也就是一种政治投机行为。